斗魄至无上之境 第595集 三奇物中 天火鬼灵灵印 它们都是天生奇物 夺天地之造化 无人知晓它们是如何孕育 它们的存在本就是一个奇迹 其中不乏有可能在三奇物中 会有产生了极高灵质的 眼下如果硝烟的猜测没错 那这个鬼灵产生的灵质 几乎就与人类无异了 甚至更强 懂得谋兵布局 这可不简单呢 硝烟向前踏出一步 彻底打破了彼此之间的对峙局面 巨眼蛙似乎更加畏惧 硝烟体内的鬼灵 硝烟看似随意地向前跨一步 实则是把自身鬼灵的气息 释放了出来 旁人无法知晓 不过在幕后操纵巨眼蛙的鬼灵 却能清楚地感受到 来自硝烟体内 更加强悍的鬼灵气息 硝烟释放的鬼灵气息 犹如山红一般 巨眼蛙身上的气息与之相比 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一瞬间就被硝烟的气息所吞没 巨眼蛙一声怪叫 巨大的身躯扭动着 转身就要逃跑 巨眼蛙在急速地逃跑中 她的身体竟然在众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迅速缩小 短短五夕时间 巨眼蛙竟然变成了手掌一般大小 硝烟见状冷冷一笑 迅速追了上她 不能让这巨眼蛙跑了 她一旦逃掉 再想找到她背后那个鬼灵 那就困难了 虽然这里不大 但是这鬼灵行踪飘忽不定 又善于隐藏 想要再找到 将她抓获 还得花费一些心思 况且硝烟的时间并不多 得尽快为南尔明 重塑肉身才行 以免又再多声变故 周围布满了海豹魔手的尸体 硝烟踩在黏乎乎的血液上 总觉得不太舒服 索性 直接用天火环绕身边 将眼前的东西 全部烧成灰烬 硝烟朝着缩小的巨眼蛙 追赶上去 扑通一声清脆的入水声 原来缩小后的巨眼蛙 跳入了圣水之中 圣水被鲜血染得一片通红 硝烟没有犹豫 也跟着一步跳入了圣水之中 这圣水本是普通水 又不是胃液 因此硝烟也没有必要 担心会有腐蚀性 随着硝烟也跟着消失后 周围的一干小人 只能傻傻地望着 不知所以然 在他们看来 就好像巨眼蛙看见硝烟 就像看到了神一样 还没开战 便知道了自己不敌 直接逃之夭夭了 硝烟似乎不愿意轻易放过 便追杀而去 小人们对外人 本就没有什么好感 一般情况下 根本是不会轻易接纳外人的 不过这一战 却让这些小人对硝烟 产生了深深的憧憬感 如果不是硝烟 恐怕他们整个小人族 都会被摧毁 可能所有族人 都会被杀得片价不留 若是没有硝烟的到来 他们必败无疑 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未曾想到 在巨腹魔鱼的胃部 都会存在着如此恐怖的威胁 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种族的存亡 巨眼蛙的出现 太过不可思议 大祭司拄着拐杖 慢吞吞地向前走了两步 眼神若有所思 尤林立刻反应了过来 终于明白 这大祭司在硝烟一来 就跪下 叫硝烟恩人了 大祭司是早已知晓 我们会有此浩劫 也早已知晓 此人便是我族恩人 所以在他现身之时 便也恩人相娼 尤林也跟上大祭司 优劳此刻 已经被抬进了屋中治疗 尤林见大战 已经告一断落 随即安排人处理战场 所有安排妥当之后 才走到了大祭司的身边 询问 不止 此人与我们 有着很深的渊源 少主虽然继承了 皇后的血脉 他未来的路 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但是此人比起少主 还要更强 他的未来 深不可测 他的事 并非我等二人 可以商讨的 大祭司说着 年迈的脸庞上 泛着绿芒的眼睛 微微眯着 若有所思地 扶着自己下巴上 长长的胡须 缓缓地开口 尤林也似懂非懂地 点了点头 虽然不明白修炼意图 但是从大祭司的话语中 可以听明白 硝烟将来是 多么恐怖的人 尤林没有再多问 转身便下去 继续处理战场事物 这些海豹魔兽的尸体 对于他们来说 是极其珍贵的资源 可以维持小人族 在这位中生活数百年 在硝烟来到魔兽家族 进入原始山脉之后 这巨西城 就变得不太平了 几大势力 纷纷都受到了威胁 这威胁 正是来自于丹殿 看样子 丹殿真的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是来自于 丹大城的愤怒 他的两个儿子 全部都葬送在了 硝烟的手里 他作为丹殿的 一殿之主 彻底爆发了 他对硝烟的 愤怒仇恨 丹殿已经断绝了 所有丹药攻击 就连伤盟的也断掉了 丹殿 作为丹药最大的 攻击方 这丹药一断 整个巨西城 牵扯甚广 无数靠 丹药为生的那些势力 全部都疯狂了 此时的巨西城 已经动荡不安了 天就要变了 丹殿之内 丹大城见眉怒目 丹殿之内站满了人 这些人全是丹殿中 实力最强的存在 都是丹殿 最核心的人物 殿主 无论如何 也要为少主讨个公道 一名青山中年人 寒怒开口 其他人文言 也是连连点头 丹大城倒是显得极为冷静 殿主 你看 只要我们断了丹药攻击 整个巨西城 都为我们所控制 只要这个计划继续下去 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多少势力 投靠我们丹殿 当然 这个计划 是牵制伤盟 此刻 站在丹大城 左手旁的一个中年人 头戴玉冠 面如温玉 不过脸上却有一双 细长阴冷的眼睛 给人一种 奸诈狡猾之感 手中握着一把 玉扇轻轻扇动 看得出来 此人在丹殿中的地位 也不低 嗯 商盟就交给你了 我们要求不多 只要商盟表明了 不会给予硝烟任何帮助 我们依旧会提供给商盟足够的丹药 就看商盟 懂不懂 识时误者为俊杰了 丹大城声音冰冷 断了丹药之后 其一 是扰乱巨蟹城中的势力 其二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想要试探商盟 看看商盟对硝烟是什么态度 想用丹药这一块来牵制商盟 殿主放心 商盟既是以生意为主 与我们作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是生意人的作为 他们肯定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硝烟得罪了丹殿 要知道得罪我们丹殿的下场 商盟的丹药无法攻击 损失的不仅仅是钱财 还有名誉 难不成仅仅因为一份情意 就值得让商盟为硝烟做到如此地步 我看要不了多久 商盟就会来表态的 说话之人正是丹殿的丹药管理者 丹清风 丹清风是丹殿出了名的奸商 一直都在管理丹殿 关于丹药出售这一块的生意 这么多年来 为丹殿赚取了不少利润 随着各大势力的崛起 人们对丹药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 丹殿才逐渐走到了如今这般位置上 所以算起来 这丹清风也算是丹殿的功臣之一 希望如此吧 搞定了商盟 就等于搞定了仁族 那妖族 魔兽家族 他们什么态度 丹大成目光看向众人 神色凝肿 经过了上次硝烟来丹殿闹了那么一出 丹大成也明白 这硝烟虽然看起来只有硝府 但是身后却站着一堆老不死的 个个都是大陆上屈指可数的强者家族 他们如果一旦牵扯进来 如果真的与硝府开战 那么这群人一旦站在了硝烟的身后 丹殿就会陷入不利的局面 所以想要铲除硝烟 绝非眼下看上去那般简单 妖族和魔兽家族 均都没有表明态度 与他们商讨之时 好像又说不关他们的事 但有时候说话却频频带刺 二者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 一位中年人回报 丹大成文言皱了皱眉 如此这般 局面就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可眼下已经是覆水难收 丹殿与硝烟的恩怨也非一朝一夕 此战绝对避免不了 丹大成的仇是绝对要报的 哼 就算献上重宝 他们也未曾动摇 丹大成很是愤怒 这妖族和魔兽家族的势力 要是单独一个并不可怕 但是他们要是联合起来 那就是一个庞大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 也是丹殿最为忌惮的 是他们的底蕴 这些家族能够平安无事地 坐落在聚西城这样的城市 在无数势力中脱颖而出 除了他们本身的实力 还有就是他们的底蕴 妖族和魔兽家族 其中妖族有九星斗地 众人皆知 而魔兽家族 他们虽然从未公开过 但是任凭是谁 都能想得到 能够站在这大陆顶尖的势力 岂能是没有本事的 隐藏着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魔兽家族能够屹立不倒 肯定有其强悍之处 这大陆之上 修炼至八星实力 已经屈指可数 何谈是九星 能够突破九星 都是经历过远古浩劫 而幸存下来的大能 他们的存在 在斗地大陆之上 便是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拥有九星实力的大能 也不止一两个 有些大的家族势力中 便有不出事的九星强者坐镇 还有一些隐士高人 这些强者之间相互制衡着 才出现了如今的平衡 如果有一方实力打破了平衡 那将会引来其他势力的反噬 很快就会被瓜分 或者彻底消灭 之后重新划分势力 新的局面形成 弱肉强食 所以丹殿很清楚 也很明白这一点 萧炎之前已经完全展现过了 他有这个实力 牵动这些势力的走向 丹大成更是想不通 萧炎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竟然能够取得这些强大家族 纷纷为他保驾护航 虽然萧炎已经威胁到了他们丹殿 就算丹大成早就想把萧炎碎尸万段 但也一直有所顾忌着 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就是忌惮萧炎身后庞大的势力 萧炎也不是不知道 丹殿已经开始筹划 将他铲除了 各位客卿长老 我丹大成自认为 待你们不保 如今萧炎 先后斩杀我两个儿子 此仇 我丹大成不能不报 不能让一个小小的萧府 欺负到我丹殿头上 现在 丹殿需要你们出手相助 只要你们愿意出手相助 你们都可以获得丹殿 为你们每人炼制一次 不低于地之七品的丹药 另外会赠送大家 以粉不菲的厚礼 不知客卿长老们 以下如何呀 丹大成坐在大殿之内 从他身旁的红杉珍木桌上 抬起一杯青瓷茶碗 茶盖清刮了几下茶水 浅抿了几口茶 目光正色的 看向了主殿内站在一侧 个个都身披黑袍 看不清模样 但是身上都散发着 不俗波动气息的人 他们的实力皆是八星之上 这是丹殿最大的底牌 也是丹殿展现出的 最强的战斗力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向了这些黑袍人 却不料迎来这些黑袍人 一声冷哼 吓得一干人等 再也不敢去正视他们 沉寂了半晌 大殿内的气氛更是压抑 这些黑袍人中才有一人 对着丹大成微微行礼 声音沙哑地开口 殿主 我们最惜您承蒙殿主照顾 此战我们自当义不容辞 当然也希望殿主 必当履行诺言 此人开口 丹大成闽茶 扎了扎嘴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言出必行 各位放心 丹大成说完 黑袍人便站在一旁不再言语 对于他们来说 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枚地支七瓶以上的丹药 那可是求都求不来的 而且丹大成把条件说得这么宽 只要是想要的丹药 丹店都会不计成本的帮他们兑现 这份礼 那简直就是太大了 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小小的七星小儿 何须动用如此大的排场 不过条件这么丰厚 他们怎么会拒绝呢 对付一个小府而已 如此好事 他们怎会不愿意呢 大家算了吧 照我的吩咐去做 我闭关一段时间 待我突破八星之后 我丹殿 将会更上一层楼 丹大成实力一直处于七星巅峰 只差一步他就能到八星 这七星巅峰与八星之间 看似只差一个界位 实则实力相差 却是天差地别 而且想要跨过这个瓶颈 需要的不仅仅是修炼时间 还需要契机 阶位越高越难突破 有的人修炼了一辈子 也只能卡在这个瓶颈 无法跨越半步 丹大成说话间 好像早已有了突破八星的实力 语气充满了自信 看样子 他对自己突破八星 早已做好了万全准备 势在必得 宫主殿主 能顺利突破八星斗地 殿内所有人抱拳恭敬地爽 说完之后便才慢慢散去 聚西城内风起云涌 势必将掀起一场 腥风血雨